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优才计划 希望说招他来变成香港居民 而且这个复员会呢 我们都想请他做节目 都请不来了 现在火了 对 这复员会现在这个比尔盖茨的老婆都夸他 说你的大姨妈好 就是原来就是说女性毫无羞耻的谈论大姨妈 这个是一种文明 对吧 这个真是 就是说打破禁忌 他不是有意的 他就是直率 就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是一个禁忌 我觉得我身边女的们 就是现在的80后90后的早都这样了 当着我们的面 大姨妈长 大姨妈短的 都没有什么害羞了 第一 他是在这个电视采访 这个是中央电视台 第二 他不是说大姨妈 他是说立嫁 不是吗 他讲过几次 我亲眼看到有一段 他说大姨妈 大姨妈来 他都有说 现在都是不介意嘛 我们教学 你有吗 在课上 好多学生 有学生上课 几十人 一百人 我说同学为什么你上个礼拜没来 很大声啊 我大姨妈来啊 我痛啊 对 就这样讲啊 甚至有女同学说 我大姨妈两个月没来 老师怎么办啊 结果那一刻 花了十五分钟 讨论如何让大姨妈来 你看到吗 对 所以我说比尔盖茨的老婆夸这个复原会啊 比尔盖茨应该夸夸我 我经常跟女同事 我们有什么女的 就聊这个大姨妈 我跟她探讨啊 都是聊得很大方啊 我掌握很多咱们组里的 再次证明了 再次证明了中国的软实力啊 已经走在世界文明的前列了 软实力 软实力 跟排卵有关系 我是原来听说过 运动员参加 他都会吃什么药 把他的这个月经周期给避开 对 一般就是这样 所以很多人都非常奇怪 真是一般不讲的 因为你想一讲就会引起很多联想 池子的水啊 各种各样的 而且你知道这个话题探讨开就广啊 一直引起国际社会啊 对于这个中国妇女用卫生棉条的 怎么这么少 说明中国妇女好像只有百分之一还是百分之几 用这个卫生棉条 但是在西方 欧洲可能都百分之几十 用卫生棉条 怎么这么内行啊 说 哎 这里边往下又可以聊 说中国妇女少用这个卫生棉条啊 也是一个禁忌 就是处女的这个禁忌 就是说他担心会破除 把处女膜给弄破了 哎 你倒过来看嘛 可能也没有那么多处理 可是他担心被被人知道 原来就知道他不是处理 然后这个时候国际医学专家又出来说了 说我们这个棉条啊 放心不会破除 设计的很好的 而且你还有一个角度看说 可能中国男人太懒惰了 因为西方可能很多是他们男人替他们放了 那中国人懒惰啊 你老婆或说女朋友或说什么朋友 叫你放下吧 这样 你就不肯放 还有禁忌 也有忌惑 我觉得放蛮容易的 三秒钟放进去 他也是很熟 真是厉害 三步骤 三步骤 对 贾规 我也是发现最近好像西装都穿不起了 对对对 每上面天插的太多了 所以我觉得我以后这样子 我专门负责放 放下边一个一个 好像工厂啊 有没有 放下来 下一个 下一个 然后 我能看还是女排球 不是奥运精神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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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要盘点一下嘛 这个出一下图片啊 哎 这个是闭幕式 8分钟 也有网友说了 说这个闭幕式日本这8分钟啊 虽然很好 但是我还是忍不住 我一看见这个大姨妈骑啊 我就不爽 特别是看见这个人不爽 那我说咱把那大姨妈请走 除此之外 我觉得日本这8分钟做的真挺棒的 真挺棒的 动漫 最后又出来这个马里奥 超级马里奥 蹭家伙钻出来 这个你看 就是我证明我所言不虚了 比尔盖茨的老婆还有空 谢谢这个复原会为这个大姨妈呀 这个你要怎么着呢 把大姨妈插遍全球 是吧 来 往下 然后这个 哎 这是徐老师要的资料 嗯 这是讲中国的这个金牌的变化 而它的结论是中国在奥运的金牌呢 主要是靠一些垄断项目 就是一定是有几个是垄断的 比方乒乓球 跳水 那么这次呢 有几个垄断项目下降 所以整体的中国的成绩下降 羽毛球下降了 这个射击下降了 尤其是体操下降了 所以你看 那个箭头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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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来 嗯 还有吗 这个 这个是英国 因为这次大家很注目的 就是英国的奖牌啊 它有两点是突破 一个是超过了它主办的那一届 这个是很反常 另外它超过中国 当然了 我们现在也算奖牌了 中国是这样的 北京的时候呢 我们跟美国比呢 我们讲金牌 因为金牌我们第一 对 这次呢 我们金牌不如英国嘛 我看白岩冲他们 我们是讲奖牌 我们中国奖牌 第二 这个有英国财政投入 即获得金牌数 对 你看它的投入 跟它获得的数字 是完全成正比 其实刚才那个 更主要的是要说明什么呢 就是英国人的 现在搞我们那种 举国体制了 就是它的投资啊 它不是平均的 给大家老百姓 喜欢的各种体育活动 它是看 谁有机会拿金牌 钱就投给谁 非常严格的 所以它这次大丰收 就是自行车 然后还有一些 很小的项目 皮划艇啊 马术啊 所以它的篮球 排球啊 它一分钱都不丢 不是 你说它这个资本主义国家 它投资指的是什么 国家的前头 还是私人机构的 国家 它成立了 专门成立了个体育局 就是major 就是那个马作安啊 那个时候 很多年前 他们一获得 他们要举办奥运 他们就开始搞这一套 你要知道1996年啊 英国只有一块金牌 世界排的第三十几位 所以当他们知道 他们要办奥运的时候 他也要面子啊 就我们去的那次啊 他事先就做准备 他那个做法呢 就是他们那个体育局啊 就把彩票的钱都挪过来 就是 就被英国人这个赌 彩票的钱挪过来以后呢 正常的情况下 你应该平均的给各种运动 他不是 他所以 这个引起很大的批评 也很 他又是一个成绩 就是说他非常功利 他们移民多吗 因为我看到像德国 有一场乒乓球啊 我觉得最好玩 这是李林啊 前面的 不是决赛 对于德国 德国那个教练 跟那个运动员 乒乓球员都是 华人嘛 移民嘛 那我在想 他们千万不要赢嘛 赢就被骂 汉奸叛徒嘛 那我不晓得 英国有没有很多的 英国有一些黑人的运动员 他们在田径啊 什么 但是这本来就是因为你知道英国本来就是个移民社会 黑人就多 但是英国这是成功的就主要是这个方法 他就是说你们有可能 比方说自行车啊这些项目他就丢很多钱 篮球排球那些大众喜欢的项目啊 他不丢钱 因为你们没可能拿牌的 这种方法是本来是西方世界批评中国的 就是说你们的体育投资只为拿金牌 不是为了增强人民体制什么 没想到英国这次也还这样做 而且还奏效 哎 我倒是看见一个标题 我觉得也挺逗的 说印度啊 12.7亿人口 这么多年就拿过一块奥运金牌 这样说为什么呢 说这个主要原因是这个国家呀 精神上不太重视 就是这个国家倡导的是速食少动 主要把注意力放在精神的修行上 据说印度现在要大力改变这种情况 就说我们得动动起来 而且要从小动啊 像奥运过程里面 我们当然一方面看得很高兴 可是有好多人提出种种的说法呢 也觉得要改善 甚至有人鼓吹反奥运 比方说包括俄国的哈 从小训练那些小孩嘛 网上就很多片段啊 像中国队也是啊 从小七八岁说什么 你家里生病了 妈妈生病了 婆婆爸爸去世了 不给你知道 然后不给你回去看等等 对不对 放那些片段 小孩七岁开始练 六岁练体操 教练要过去 一脚就踢他的背 每个小孩哭着脸 然后那些有些那个居心不良吧 有人说啊 就是说哎这种 我们真的愿意为了掌牌也好 金牌也好 付出这种代价吗 这样甚至有很多的 他列出好多国家的运动员 他不只是针对某个国家 是说OK 当年拿了什么掌牌是吗 最后下场是什么 扫接当保安 举重员当保安 然后谁扫接收垃圾 然后接个那个没饭吃什么 那他们为国家付出了 国家给了他们什么 不仅是某一个国家 列出很多国家的运动员的 掌牌运动员的下场 还有一个说法 还有这样的说法 当然嘛 这是奥运嘛 就像一个立体的东西 看你哪个角度去看 包括对不对 我们拿够金牌拿奖牌 就说奖牌 这是一贯的传统嘛 以前国民党被打败了 打乒乓球还是什么球被打败 在国际体育里面 那个报纸的标题是怎么下的 不是说我们被打败 是说我们没有赢 对不对 我们没有打败日本 我们没有打赢美国 是这样 当年这个国民党蒋介石 在这个大陆的这个 就内战的时候 就会用词 他们不叫撤退 叫转禁 不仅不仅文涛 他们转禁了标题 还这样下的国民党的报纸 是说我们转禁 被共产党打败了吗 走嘛 什么 我军窃退一遇千里 匪军望尘莫及 中文跑得真快 你们追得太慢了 一遇千里 我只知道固若惊涛 没想到有一遇千里 望尘莫及 共军望尘莫及 枪枪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我军望尘莫及 其实这次我听他们说呀 也就女排激动了大家一下 对 基本上成绩这算最差的 也不算最差 就挺差的是吧 对对 就是雅典以后是 我们是比较差 因为雅典以后 悉尼啊 北京啊 伦敦啊 我们都是在很 都是第二位的 这次跌到第三位 总体来说是比预期的要差一点 体操为什么全军静默 体操不知道啊 这整个整体 而且看得很难过 我是体操是 我是喜欢看体操的 这次的女子体操队啊 难过是两个了 一个就是有些项目出差错 输掉 另外中国女子体操队的人的个子都非常小 都是儿童的样子 但有的年纪已经不小了 像那个桑春松啊 那个队长啊 据说已经20岁了 但是他整个身体完全像小孩 所以看他们比赛啊 有时候这就就会在想他们将来会怎么样 但是我看到一个报道呢 又一个安慰 就是有一个报道啊 把原来的体操运动员啊 现在重新聚会啊 一个个都长成美妇人 是吗 哎 做成那个网红脸啊 什么 就长得很漂亮 做的什么 不是做的 一直后都跟我讲 就他们后来也有结婚啊 也有一起聚餐啊 都长得很好 但是你现在看厂商的这些运动员啊 你做家长的真实 所以现在城里的人啊 很少让小孩 那个桑春松 那个队长啊 家里很苦的 哥哥残疾 他的钱只有很少 就报道嘛 就都争议很大嘛 说他钱都给了家里 你说的这个倒让我想起 我看见一篇分析的文章 因为我是不懂啊 但这篇分析文章 就说中国体操这次啊 其中有一个原因 就是跟呢 就说我们老是这么封闭的 按照我们过去老一套 这么选拔人和训练 是吧 对这个现在体操评分呢 其实有一些新的潮流和趋势 我们好像不够掌握 比方说就讲到 现在的体操评分 就国际上这个最新的 这个趋势是什么呢 就是要健美身材 你看上去就是应该是美的 而不是一个 像过去中国追求的那种 个儿小啊 就能翻得高啊 动作就能高难度啊 包括这个 比如说特别注意 这个脚尖是不是 是绷直了勾在一起啊 这些呢 似乎现在在大分当中啊 不是当成最重要的了 可是我们还凭着这些 选择这种瘦小身材的 哎 这就显得啊 在不了解 好像最新的大分的 这个这个趋势 那个Bell's这个 是美国女的这个 现在最好的 就很壮 非常非常非常壮 不过我觉得还有更深的原因呢 这个其实这次运动会议晚啊 中国的体育又面临一个十字路口 其实这些年啊 中国对举国体制的批评比较多 以至于你看这次奥运期间 出现一个声音叫去精排化 就是没那么重要 大家不要把它作为国家荣誉啊 民族想象啊 这么来看 那么所以这个举国体制呢 其实是有点受到质疑 但同时呢 这个全民体育的呢 又远远没发展起来 所以你看接下来 现在要检讨 中国下一步怎么走啊 我看是两方面的 英国的成功经验 就是要坚持去国体制 但是美国的成功经验 就是全民体育 中国的体操队的教练说 我们全国的女的体操运动员 三千名 美国体操俱乐部四千个 你明白吗 体操俱乐部四千个 美国的运动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它是跟大学教育紧密集合 所有的大学 尤其是名牌大学 体育好的优先录取 所以美国的中学生啊 除了读书成绩好以外 一定去搞一样的 不是改篮球啊 就是足球啊 或者体操啊 搞一个什么东西 然后这样搞的人多了以后呢 他就有自己的很多比赛 然后他们参加奥运会 不是靠一个选拔挑中的 他是靠竞争上来的 所以有很多他们的记录保持者 没办法来参加奥运会 为什么 因为他在国内的选拔赛上还出不来 是 现在就是我觉得很多人都在讲这个 你像我那天看见一个文章 就又在讲这个女排精神啊 说我没听见啊 他说他听见中央台那个解说员 说了一个就说不仅是女排精神 女排文化这个词就提出来了 他就说 把这个中 假如中国可以提出一个女排文化 可以巴西是足球文化 说中国难道说要提到女排文化 那他认为中国女排没文化 就是说 就是说你看见外国人 那些打沙滩排球的 你才能感觉到那种排球文化的气息 是吧 他说中国就是一个一个女排 他的这种夺标 对吧 他的这种一枝独秀 但是绝不等于你全民谁谁打排球 而且女排打得那么狠 现在大什么时候欢迎 但是最红的广告不找他们的 广告还是找一些 哪怕成绩不怎么样的一些运动员 因为他们出名 中国如果说有文化的 就是乒乓球 乒乓球就像你说的 全世界打来打去都是中国人 但中国这次乒乓球男子团体 碰到日本 很危险 中间那场第三盘的双打 要是输了的话 第五盘张继科能不能守住 一个日本那个水水什么来的 他只输过给马龙 其他人一个都没输过 马龙也会打球 王宝强那个是 不是没有 总之 马龙 马龙 马龙为了血耻参加了奥运会 马家伙 宝圣马龙 马将会对姓马的真是 我以为马龙会打球 球也不错 我也认识好几个马龙 还有一个女导演也叫马龙 也劈腿吗 那说不就 不是他除了乒乓球 我这次倒是爱上了羽毛球 我被那个谁 林丹 林中北 多酷啊 五个纹身 全输啊 我觉得不错啊 因为啊每个运动员总会从高峰下来嘛 你看他输了 三十多岁了 对啊 而且输给非常戏剧性 三十多岁了 所以李东北最后也打不过那个成龙 所以这次是大输 我们大叔输给小鲜肉嘛 好生气啊 你看林丹那一次输啊 输给丹麦那个小鲜肉 二学岁叫什么 安赛龙 对对 那李中伟也输给成龙嘛 对不对 还不止 我觉得那些女球迷很偏心的 我注意到 因为我跟那个林丹蛮酷的 我刚说文身 有点小胡渣 胡渣 然后输 家辉也有点零大范 你要眼神很忧郁的样子 不讲话 然后呢 女球迷啊 中国女球迷当然替他打气嘛 可是你看看打打气 然后也替那个丹麦的小鲜肉打气了 丹麦小鲜肉杀了球了 你看那个中国男球迷就不吭声 那些女球迷眼光 投以同情怜悯的那个眼光 英俊嘛 可是当李中伟赢球啊 中国女球迷没有反应 因为李中伟又丑又老 不不不 我的感受是中国的球迷啊 只有一次不那么帮中国队 就是在李中伟跟林丹比赛的时候 说实在话 中国很多球迷是喜欢李中伟的 而且非常同情他 他三次都没有打过最后 那恐怕不是跟嘉辉一块看的 那个女粉丝 不是女粉丝吗 你看最后李中伟就 大一再长得不好看 你看怪怪的 那鼻子高高 整个好像塑胶一样的脸 你们刚才说印度不行吧 女子中国这次 羽毛球跌了 他亚军是印度的 哦 印度人终于还懂了 一个女的 最后他输给西班牙的 对不对 他们是打掉中国的印度人 所以中国这次羽毛球 是大跌眼镜 因为女子羽毛球啊 这一直是中国 比较稳的一个项目 是输掉了 怨谁呢 谁要承担责任 我们都知道是谁 是吗 去广告吧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这次这个郎平也成神了 是吧 我发现都已经有人 喊出大师的称号了 郎平大师 大妈变大师 咱们先看看 大妈大师 就去煮方便面 那一点小片段 大妈变大师 你这每天晚上都吃这个 别告诉队员啊 我不让他们吃方便面 我每天晚上吃方便面 没办法 一比赛了 心情太紧张 所以吧 你天天其实吃着这条好 那你这营养也不够啊 哎呀 这什么营养啊 就别喝肚子瘾了啊 还是咱们家方便面好吃 这不是广告吗 有点像方便面广告 你知道这次女排的这个比赛 他们现在收视率调查出来 百分之七十的收视份额呀 就是女排夺冠啊 玩爆春晚 你知道是春晚收视率的两倍 这个家伙 就到这么一个程度 香港也很行啊 你要谈一下香港 香港怎么 香港对 哎 不抗不卑啊 我们李慧师 骑脚踏车什么 被撞到 然后那个表现非常好啊 就说 这是运气嘛 生命总有跌倒的时候啊 然后就继续再起来 再追好多队伍都表现了香港精神啊 不抗不卑 不张黄 也不自卑 对 这跟这个我军撤退 一日千里有得比 打球打得不好 叫不抗不卑 但是我也注意到 有一些香港网友 没有表现出爱国主义的精神 只为香港选手 这个鼓于呼 而且对这个大中国的这个选手 好像有点不太感冒 也有这个现象啊 我看女排的转播 我把我气死了 我当然我知道 我这个气死不对的 因为他那个转播的员啊 他其实是对两面的好球都叫好 对两面打差的球啊 他都哇 呀 就是很惋惜 但在我来说呢 巴西对荷兰队打失败的球 对我来说是好的事情 但我看到一个他们打失败的时候 那个解说员在那里 哎呀 什么 哎呀 什么嘛 你什么立场嘛 是香港的 对香港 PVP的 但是冷静的来讲 我这个是没道理的 你知道当时就是这还有一个感慨 就是说啊 呃 也许有一个人在监狱里头 看了这个决赛 嗯 不知道适合感受 嗯 就是当年管排球的那个官员 我忘了他叫什么名字 请 立请郎平出山 嗯 就三顾茅庐 几次给郎平打电话 嗯 这个官员 而且就是哎 这个很有意思啊 当时郎平就是开始完全不当这个国有教练 最后的条件就是说啊 我什么都不干预 甚至这个人本身就很少去 对吧 一就是跟郎平就做到 就是说绝对不行政干预 一切听你的 我们只是给你后勤保障 答应了这样一个条件 这位领导呢 要不说这也是 不知道该怎么说 这位领导 就是被关进去了 后来落马了 嗯 那所以我有时候就觉得啊 这个领导 你看这次人们研究郎平奇迹啊 很多时候就讲到这个体制问题 我有时候觉得 你看我爸我妈小时候 就跟我说到单位里要听领导的话 嗯 这个领导 对警察态度要好 嗯 为什么领导经常领导不好 你明白吗 我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哎 包括现在我们自己想干点事情 哎弄个工作室干嘛 为什么都是希望你别管 就是哎 我有时候觉得这事很有意思 就是领导 他就一定管不好 你干预好像为什么 这似乎就成了一个共识 就是比如说 现在我们要跟公司谈点什么事情 哎 条件就是求求你别干预我们 你别干预我们 让我们自己干 我有时候觉得领导这个 你看台湾人现在到我们公司慢慢也学会叫领导 你在香港台湾只是你要不是局长 课长是什么 你看咱们讲的一种模糊的这么一个领导 就是因为干部选拔系统是脸朝上的 照理说你的成绩啊 是应该向下的 你负责这一摊出了成绩 那你就应该往上 但是的问题是我们这个选拔系统主要是往上的 除了你出成绩以外 还包括你是不是听话 你是不是太骄傲啊 你还有什么关系上面给你在帮助你啊 所以这个选拔系统跟出成绩的系统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 就好像领导现在变成了个负面的角色 有些是那个互动的嘛 就是说当你叫那个人叫领导的时候 他本来没什么的 他一想我是领导 多听了几遍以后飘飘然 然后呢也有权力感 那结果呢 他明知道自己不懂的 他也以为是懂 就开始去管 我不管 好像我就不负责任嘛 我是领导嘛 既然你叫我领导 我就要尽责了 我就管了 管就变成讨厌了嘛 也管得不好 所以有一句话说 好人不当领导嘛 当然领导也不会变好人 也会变好人 也变坏人 这是马氏名言是吗 对对对 话说回来 比起另外有些领域来说 体育的这个选拔制领导 已经算是看中内好 你看从徐英生开始 后来袁伟明就是女排的教练 做领导 现在蔡政华 你看所有很多人 像孙静 女排里边孙静芳啊 张荣芳啊 后来都做局长的 其实人家现在还有一种理论 就是说内行领导内行才糟糕 外行领导内行呢 你知道我是 但是这种理论 最后来啊 尤其人导臨 你知道吗 是 唐利